川普上個星期做了一件事 是他宣布參選以來做過最成功的競選 美國現在要看到的川普就是這個樣子的川普 不是在那邊指責Ron DeSantis 那些沒有必要的指控 在那邊說什麼2020年選舉不公平的川普 川普要展現的就是一個有領導能力 有方向而且親民的川普 上個星期他到了俄亥俄州的災難現場 逼著拜登政府一定要派出交通部長 Pete Bullyplug 一定要去那個地方 親民跟反感真的是最好的比對 川普這次做的真的太好了 今天來好好討論一下 他在俄亥俄州做了什麼 不過不管他做了什麼 對他的攻擊絕對不會停 不只不會停 而且投票給他的人還會被指責 DeVue 三姑六婆的這個 Joy Behart出來說 俄亥俄州的人活該 火車脫軌活該 水污染活該 空氣中充滿這些化學毒物活該 都是因為他們投給川普的關係 相信大家已經看得出來 這已經不是一個政治層面的衝突了 是一個屬靈層面的衝突 Tom Brady的前妻上了Vogue magazine的雜誌 本來是一個美美的一個女人 然後把自己畫得跟變裝皇后一樣 而且擺著一個霎蛋的姿勢 為什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巧合 為什麼所有文化敗壞的時候 使用的印記、姿勢、宣傳都是一樣的 在我們開始之前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個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翻轉這個時代需要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堅持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這個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一直被左派侵蝕的話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加入會員之後 你不但可以直接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而且你還可以參加在我們的Discord聊天室裡面 Discord聊天室是只有會員才可以加入的 裡面我們會有固定的課程 現在的課程是 如何當一個聖經當中的男子氣概的男人 我們三個也主要會在Discord裡面聊天 因為裡面絕對都是支持我們 而且跟我們有同樣價值觀的人 不然他就不會加入我們的會員 不會來支持我們 因為看的人很多 來這邊想要嗆聲 然後刷存在感的觀眾也很多 我們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使用我們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 萬一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 這些人至少跟你有同樣的價值觀 你絕對可以跟他一起合一的度過難關 特別是現在國際情勢這麼不穩定 所以請各位加入我們的會員 會員則可以去Discord裡面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是Ede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個星期我們講到我們的政府 一點都不在乎我們美國人 但是還是有人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就是認為說我們美國人 給了烏克蘭1000億美金還是不夠 他看不到現在的美國人其實過得並不是很好 社會問題非常的多 而且在烏克蘭繼續在那邊丟錢 一點都沒辦法幫助烏克蘭人 跟烏克蘭的軍人 還有保護烏克蘭是烏克蘭的軍人的責任 不是美國人的責任 美國政府應該要保護的是美國人 把美金一直丟過去 只是讓民主黨繼續洗錢而已 跟讓俄羅斯更有理由丟核彈而已 不過上個星期最好的新聞就是 川普的形象大增 他到了俄亥俄州的東巴勒斯坦的 交通事故現場 在我們的交通部長 Pete Bootyplug 在那邊躲避問題的時候 在拜登飛去烏克蘭發錢的時候 在我們的火車脫軌 釋放出大量的毒氣跟污染水源之後 我們的總統放棄了美國人拿著我們的納稅金 去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川普在災區出現了 他去了當地幾個地方 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當地的麥當勞 大家 這是一個美麗的看起來的群組 所以我認識這個餐廳比你更好 我可能認識這個餐廳比你更好 現在他們的 recomend 另一個行李治人 我最初週一天就幫助Evenblog 我在這裡做了雞肉食餐廳 你做了一個好工作 跟這些人 他做了一個好工作 所以給我們我們一頓的東西 照顧這群人 下次見 謝謝你們 可以跟你們一起拍攝嗎 我們pload 這個就是一個經典的完美的川普 現在美國要看到的川普 就是這個樣子的川普 當他跑去麥當勞那邊說 很高興跟你們在一起 美國有你們這群人真是太好了 我最喜歡麥當勞了 我比你們這些員工都還要了解 都還要清楚這些菜單上面賣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形象 因為很真實 而且很親民 真的就是超級愛麥當勞的 很多人不了解這一點 就連大部分的共和黨的人 就是你看中文的新聞的話 不管你是從中國大陸來 還是從台灣來的 他們都會說共和黨是有錢人的黨 民主黨才是普通勞工窮人的黨 這些人其實一點都不了解 美國現在在發生的事情 最棒的例子就是川普本人 他們不了解說 甚至是我們不了解說 為什麼這些普通的美國人 會這麼喜歡川普 這個億萬富翁 這個人含著金湯匙出身 然後又是個花花公子 因為他的生活方式 跟他的喜好 跟一般的美國人是差不多的 他的行為跟希望 是跟普通的美國人差不多的 川普的初衷跟目標 是跟普通的美國人一樣的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美國人會喜歡川普 沒有錯 川普的確是含著金湯匙出身 但是他真的是喜歡吃麥當勞 而且真的是比那些在麥當勞 工作的這些員工 還要了解麥當勞裡面在賣什麼 沒錯 他的確算是一個有錢的爆發戶 但是他的目標 他想要達到的方向 跟他對於這個國家的期許 美國要強大 美國人不能被欺負 美國人要在乎家庭 家庭要健全 他認為美國政府的方向 是為了要保護自由 而不是奪取自由跟人權 他在乎的是跟我們比較接近的 而不是跟什麼共和黨或民主黨的智囊 或是世界經濟論壇的那些人一樣 我們可以在他的國際貿易上面看到 移民政策上面看到 還有他當選的時候 美國人是快樂的 是驕傲的 可以當一個美國人的 各個層面都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 普通美國人大老粗的一面 如果今天設想 Joe Biden跑到麥當勞去 然後說什麼 給我一個卡拉基腿寶 或是Gavin Newsom跑去麥當勞說 我要5塊麥克雞塊的套餐 你其實會知道 美國的麥當勞是不賣卡拉基腿寶的 而且美國的麥克雞塊的套餐 是4塊或是6塊 中國跟台灣才會賣 10塊跟5塊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 那些人不可能吃麥當勞 然後川普就說 走我們去吃麥當勞 這個是我們在政治圈裡面 很少看到的畫面 而且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這不是一個為了什麼 政策的記者會 也不是一個有政治目的的拍照 而是一個很真實的川普行為 是一個很美國精神的一個作為 就是這個人跟我們很親近 很類似的一個人 就像你隔壁鄰居會做的事情一樣 這個就是川普最大的武器 最強大的武器 還有這也是他比任何這些市面上的政治人物 都還要有親和力的原因 而且他這次去不是雙手空空的跑去災難現場 不像我們的 Pete Buttigieg一樣 這次川普去在那個地方有一個大的遊行 而且帶了很多物資 而且帶了很多水 可以喝的水 我們來看一下川普是怎麼說的 最好版本的川普就在這個地方 真正發生的時候 他的處理方式 充滿著自信 親民 親和力的川普 左派不知道要怎麼解釋這一切 很多左派在推文上面發文說什麼 川普真是不要臉 在那邊推薦自己家賣的水 好無恥 利用災難在推行自己的政治目的 No need no coru ma 他怎麼會去那邊賣水 他那些物資不是賣給那些俄亥俄州的居民的 他沒有在賣任何東西 有人可以去任何一個店家裡面 買到Trump Water嗎 我還蠻確定 那些水只是他蓋的渡假聖地 高爾夫球場 或是湖海山莊那邊的庫存而已 他剛好有那些水 然後就放在卡車上面 結果還不夠 所以就買了一些其他品牌的水 送去那個地方 然後他過去了之後 開了一個玩笑 一個非常好笑的玩笑 每個人聽了都會會心一笑的 除了那些建制派 沒有任何喜感 每天只會怨天有人 貴族主義的這些左派認為說 美國是個爛國家的這些人 然後這個國家完蛋了 除非所有的人都變成他們的共產主義的努力 才可以有出路的 No need no cold 只有那些人聽不懂川普在說什麼 川普說 我帶了很多水 然後有些品質沒有那麼好的水 我知道大家都想要喝什麼 這就是 川普礦泉水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的 川普還是很大方 他還是很氣派 而且看到他在去災區的樣子 我個人真的是充滿著感激 第一個 因為他真的讓全國都注意到這件事情 如果他沒有去的話 這個新聞 當地的災民 就不會得到任何的幫助 左派掌控的美國政府 不會在乎當地的人 他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當別人問他說 你還帶了什麼 他回答 我帶了美國的聯邦政府 這是一個再真實不握的回答了 因為在他去之前 根本沒人在乎當地的美國人 現在川普來了 拜登政府就必須要來這個地方做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良性競爭 而且這就是川普參政一開始促進的方向 第二個我看到好的地方就是 他好像變得比較有方向了 好像原本2016的川普漸漸在回來了 他在湖海山莊宣布他要參選的時候 這些政策的時候 好像有點弱 精神不太充足 好像衝勁有點不見了 但是這次的川普表現太棒了 精神、方向、風趣 簡單說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政治活動 對當地的居民是有幫助的 對川普競選也是有幫助的 而且把川普這個人展示的非常真實 他就是一個美國人的代表 他就是一個慈善家 他帶了很多物資來 因為他賺了很多錢 他比基本上所有參選的 這些政治人物都還要有錢 他會開一些玩笑 他會讓在經過災難的這些人 更有憧憬 而且提升他們的活力 而且他會感覺得非常親民 好像他就是他們的一份子一樣 共和黨裡面沒有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比川普更愛吃麥當勞 而且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政治力量 因為麥當勞就是美國最強大的文化輸出之一 川普到了俄亥俄州的火車脫軌 化學毒物擴散的現場之後 聯邦政府就必須要正視這一切事情 之前忙著請假 蔚乃同信店交通部長 Pete Buttigieg 隔天終於到了俄亥俄州 發出聲明 發出聲明 我只是想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一邊就是我完全不想搭理你們這群弱智 你們這群噁心的熱愛聖經的 更不像時代的共產主義的敵人 我本來想要這些毒氣 還有水污染 把你們全部都殺掉 但是川普到了現場 給你們一些水 還幫你們買了一些麥當勞 所以說 我現在必須拍一些照片 戴著這個工地的安全帽 我才不想待在這裡了 我想繼續請產假 然後我想繼續領著這個納稅人的稅金 我可以走了嗎 我感覺我的智能的皮膚開始紅腫了 不是因為這邊的空氣有氯化溪 是因為我對你們這些窮人太嚴重過敏了 我必須說他真的很厲害 OK 他真的很會說話 說得很像那種大公司的高階主管的說話方式 非常的催眠 用詞恰當的說出一堆東西 但是仔細分析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裡面什麼內容都沒有 對 我們就是要創造更多的這個作業程序 達到更多的效率 這個部門需要更多的作業員 我們需要更多的經費 然後每個部門都要一起合作 來完成我們的目標 完成這個龐大的工程 不能只靠我一個人 需要各位的共同努力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他根本就是在浪費你的時間 什麼都沒有說 整個民主黨非常會講這種無傷大雅 沒有方向但是用詞優美的東西 但是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愚蠢 特別是他在那邊說 我不是來這個地方擺pose拍照的 結果他穿著工地的帽子 橘色的背心在那邊走來走去之後 說了一堆沒有任何意義的話 他不想要在那個地方 他不喜歡那裡的人 他不在乎美國人的死活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在當地就是一個很突兀的一個人 但是川普一個從紐約來的億萬富翁 卻跟當地的人和樂融融 非常的容下 大家都很喜歡他 Pete Buttigieg 應該跟什麼樣的人在一起呢 對不對 什麼樣的人適合他呢 他的思想是跟 應該跟什麼樣的人來討論呢 這就要來到就是 AI News最愛的左派節目了 每一次只要我覺得就是 最近新聞好像很糟糕 好像沒什麼好值得討論的 只要在YouTube上面找到The View這個節目 馬上就會有最棒的內容 在日本的州上 都沒法定的 反正我們要去地上 對抗議會 他會說 反正的外國人不想要 反正的 反正 反正 他不想要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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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次 你奔製ên 他在符号 他 kısk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是川普的错,所有拜登政府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川普的错 火车会出轨就是川普的错 化学物质污染当地的环境当然也是川普的错 交通部长不能及时去那个地方 这是因为川普在那个地方 阿富汗撤军死了一堆人都是川普的错 边境问题是川普的错 新冠肺炎川普的错 然后交通部长在那边戴着安全帽 然后穿着橘色背心 被逼着在那个肮脏的地方无奈的走来走去不知道干什么 这些全部都是川普的错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他们 当我在说他们的时候 我是在说就是我们的政府 主流媒体还有这些左派的贵族精英 他们不在乎这个新闻 因为他们不在乎当地的那些人 他们不在乎当地的那些人是因为 那些人不属于他们控制的那些人 因为那些人是努力的工作 爱自己家庭的普通美国人 真正在乎美国的道德观跟价值观的人 然后这些人绝大多数的 刚好都投票给共和党 你刚刚听到这个Joy Behar说的很清楚 These people 那些人 你们听着 就是因为你们投票给川普 你们活该 谁叫你们不投给奴役你们的人呢 像我们加州这个样子 完美的左派代表 一群人自愿的当奴隶 然后以为自己很善良的在做好事 他们不会说 像我们洛杉矶这样子的城市 我们洛杉矶的居民 把自己的城市投票成了一个 犯罪天堂 毒品泛滥 针头满地 枪击案 谋杀案 全美第一高 流浪汉满街跑的城市 左派不会指责我们这样子的城市 因为我们的城市在他们掌控之下 他们不会说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投票的结果 我们投票出来杀婴儿 我们投票要进枪 我们投票要洗脑小孩 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活该的 所以我来说 我来指责我们自己的城市 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的错 因为我们的这边的保守派 不敢说也不敢做 我们加州的共和党软弱无能 我们以为这是以和为贵 但是这其实是在放弃我们自身的安全 跟保护我们自己家庭的权利 送给一个不在乎我们的政府 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我们活该 我们洛杉矶的居民投给了一堆 不在乎我们 压榨我们 杀我们的婴儿 阉割我们小孩的政府 有勇气的教会太少了 愿意说实话 传福音 让人悔改的教会太少了 我们如果要改革 如果说我们要拯救我们自己 跟拯救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下一代的话 我们需要变得更有勇气才可以 我们需要多向耶稣学习 不只是爱包容接纳的那一面 更要学习得胜 征服 勇敢 无畏的那一面 简单的说就是 耶稣男子气概的那一面 我们的政府不在乎美国人 我们的媒体不在乎美国人 事实上就是 现在的美国 不管是在政治层面 还是媒体层面 娱乐圈都是充满着撒旦的足迹 我知道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 stretching it 就是在这边这个图片这个人 因为在机场偷别人的行李箱被开除了 他就是之前处理这个化学废料 这个Sam Brinton 他就是一个 极度恶心的撒旦叫的一个人 然后还有一个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就是之前Monkeypox的那个人 身穿五角星的皮质的衣服 外加上五角星的刺青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隔来美奖 会要一个同性恋跟一个变性人 在台上穿着撒旦的衣服跳来跳去 然后底下的人都在鼓掌都在拍手 然后美国的第一夫人还在现场 为了一个这么邪恶的一个仪式表演来欢庆 这还是美国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撒旦的东西出现 为什么纽约的法院顶楼会站着一个邪灵的铜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邪恶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城市当中 在我们的政府里面 上个星期我看到Vogue意大利的杂志 Tom Brady的前妻 她是一个超级名模 是被很多人说是最美丽的女人之一 然后各位看看这个杂志封面 简直就看不出来这个人是谁 然后这张照片是什么 就是她穿着全身红色的衣服 皮肤全部都涂成白色 跟个死人一样惨白 染了就是一整个头的红头发 然后还有涂着非常黑的眼线 然后红色的嘴唇 红色的指甲 红色的眉毛 当你仔细看这张照片的这个排版的时候 她的头刚好就是在O 还有这个G的这个中间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她头上长了两只恶魔的脚一样 那你可能会说就是 Ethan你不要这么神经质好吗 跟那些中毒太深的基督徒大妈一样 看什么都好像看到恶魔一样 拿着monster的饮料 在那边说什么要看到666了 不是的 各位可以看到她两只手的姿势 那两只手摆的姿势非常奇怪 右手指着上面 然后左手指着这个旁边这个地方 还没有完全朝下指 讲到这里 各位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是不是我想太多 但是我就是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撒旦教的姿势 而且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图片 来自Elyphus Levy的这个画的这个Baphomet 巴封特或叫做巴费灭 这大概是最出名的所有这个撒旦邪教的图样 然后跟Tom Brady的前妻的这个那张照片一样 两只一样的脚从这个头上这边出来 然后后面这个翅膀跟他穿这个红色的薄纱一样 然后手的姿势有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差不多 然后这个Baphomet是一个变性人的样式 一颗羊的头 然后有着男人的肩膀跟手臂 但是却有女人的胸部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看起来很邪教很邪门的东西 都是雌雄统体的 像什么泰国的那些佛像 印度的彼师奴 师婆那些 几乎全部都是雌雄统体的变性人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Ethan 我这个人太神经质了吗 太神经病了吗 或许你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那如果说你是个基督徒的话 那这边我们全部假装一下 假装这一切都是胡扯 整个基督教全部都是假的 神不存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没有正义 没有邪恶 撒旦也不存在 没有恶魔 没有天堂 没有地狱 那为什么那些人都穿成这样 为什么这些左派 自由派掌权的人 全部都使用着同样的印记 摆着同样的姿势 同样的系统 全部都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撒旦邪恶的代表 为什么这么奇怪 为什么这么有巧合 就算你觉得所有宗教都是牛鬼蛇神 没有去过教会 你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 为什么观音在印度的时候是个男的 到了中国之后变成个女的 为什么挪扎在印度是一个成年的武神 到了中国之后变成了一个小孩 还是李靖的儿子 到了日本之后变成上山千姓 新败的昆沙门天 然后全部都是不男不女 变性人摆着同样的类似的姿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 为什么现在这边在地上掌权的人 都使用着同样的印记 同样的姿势 传达出同样的讯息 我感觉我就像好像那种 就是国家地理频道的那种 然后把一堆东西摆出来 然后无法解释的东西 就说你看 这就是外星人存在的这个证据 只是我在这边说的就是 这些就是撒旦魔鬼 讲到撒旦魔鬼 我们就必须要讲到就是 我们美国现在有多么被魔鬼掌控 白宫发言人Karine Jean-Pierre 把数字列出来 说这一切有多么的美好 我们来听听看 美国的政府掌权的是什么样的 and a record seven assistants to the president's are openly LGBTQ plus so agai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prides himself on that he actually has taken action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is administration 对 diversity 多元 他这个影片里面其实讲的是 在美国政府里面 白人男性大幅减少 然后呢 这个政府有多么多元 多么可以代表现的人口 简单的说就是 我们的政府想要用性别种族 性向肤色来分别所有的人 至少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但其实他们分类人的方式是 保守派跟基督徒 对上跟他们一样这些撒旦 还有魔鬼这些掌权的 大法官Clarence Thomas 对他们来说不是黑人 右派的主持人Candace Owen 不算是黑人 也不算是个女人 他们没有为了黑人怎样怎样 也没有为了女权怎样 对他们来说就不算是黑人 也不算女人 Larry Elder对他们来说也是白人 他们分的其实非常清楚 只要是保守派 基督徒就是他们攻击的敌人 他们要攻击的就是我们的文化 是希望能从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的政府当中 去除耶稣的存在 所以在这边真的建议各位 不要在一天到晚分什么 灵恩派福音派 能不能说方言 或者是跟DK说一样什么 往前倒或者是往后倒什么的 点水里还是进水里 然后能不能现在还有没有先知 我们的敌人其实并没有在隐藏自己 而且他们正在攻击我们 我们一天到晚在自相残杀 只会被他们殲灭而已 我们如果合一的话 用我们的价值观跟圣经的律法合一 我们就可以抵抗 而且消灭他们 昨天的影片 两个牧师合一了当地的教会 一起努力就可以把当地的堕胎诊所 全部提出去 一起抵抗LGBTQ他们的议程 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 还没有看到昨天的访问的 真的建议各位一定要去看一下 他们传达的讯息 比我们每天在这边报道的还要重要 还要实用 而且我们合一的方式 绝对不是等待一个人领导我们 真理里面合一 而是我们自己要变得刚强 我们要变得有原则 我们要变得有勇气 我们就会吸引更多 跟我们同样有价值观的保守派 基督徒 一起变得有勇气 来继续征服我们的敌人 耶稣不是一个被动的 只会防御 然后只会事后 在那边安慰自己身边的人的神 耶稣是一个征服者 是一个得胜者 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所有权柄的王 是大胆地指出宗教领袖虚伪的神 是牺牲自己抵抗暴政的神 是战胜死亡 而且带领我们得胜的神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